大陸律師李莊在網上發出一篇 關於疫情隔離政策的文章後 遭到公安登門訓誡 李莊對兩名公安說 他知道公共安全的底線在哪 這次疫情怎麼爆發的 大家心知肚明 10月10號就發現了 到25號封城 拖延了15天處理了幾個官員 就這麼簡單嗎 這個不是我呢 跟我就 而且這種嚴重的後果 讓遊客買單 你們覺得合適嗎 而且15天造成了幾千人進來了 如果10號當天封城 這些人能進來嗎 李莊律師當場反訓誡兩名公安 一個公民有權利和義務監督政府 給政府和國家機關提出建議 提出批評 提出質疑 這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 公安認為李莊律師這篇疫情隔離政策的文章 有損國家形象 大陸學者認為 掩蓋疫情損害人民利益 這才最損害國家形象 是誰在損害國家的形象 前年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武漢和湖北兩極的 所以中共的黨委加地方政府 是他們掩蓋疫情真相 打壓說真話的李文亮 艾芬醫生等等 非法拘捕張展 方斌李哲華等等公民氣質 是他們在損害國家的形象 是他們在敗壞整個中國在國際文明社會的形象 所以真正的最損害國家形象的是公權力 他們眼裡根本就沒有什麼法律法治 他們眼裡只有槍權 他們一人性就可以隨便抓人隨便訓人 隨便進行所謂的強制性隔離 大陸律師李先生表示 關於中共濫收隔離費的問題 實際上很多律師都是有共識的 這個東西強制隔離就類似於行政強制措施 用行政強制手段 這種行政強制措施類似於拘留似的 所以說既然你是類似於拘留 用行政強制措施 那麼它就是一種行政行為 那麼被隔離的人實際上是不應該自己出錢的 這部分錢應該是政府出的 律師表示目前中國國內有關疫情方面的任何消息和維權 都是不透明的 再加上當局對律師的打壓 就沒有辦法形成輿論的環境 確實很悲哀 現在這個國家就因為這個疫情 它不追究 這個疫情它的始作用 它的最初的原因 它要每一個人 每一個國民承擔這個責任 它用剝奪每一個公民的權利的辦法 來防止疫情的擴散 大陸職業律師王先生對記者說 現在搭公交車都要刷健康碼 刷的太慢司機就不開車 車裡的乘客當場就找他們的麻煩 是否由每一個國民來承擔 我們是有責任一起來防範 但是怎麼防範 不能以我們犧牲自由的代價來防範 大陸律師王先生認為 疫情的發生和防範 公民有知情權和監督權 然而這些權利現在全部都被剝奪了 人們兩者是否都拿到 還有個人無論如初 forests私裏 賺奪的低級 責任人 怎麼說 對